南投梅子节活动热闹登场 梅子产季在3月到5月 因为疫情关系 梅子节活动延期至今才举办 现场提供民众免费制作 夏日开胃菜梅子小黄瓜 还有梅叶拓印梅子千笛等 为在地农产品行销 梅子是需要经过加工生产 才能食用 所以利用这几个月 把我们所采的新生梅子 做成脆梅 做成Q梅等等 我们今天用梅子入菜 做食农教育 有梅子饭团 梅子寿司 还有小黄瓜梅子 先吃吃看 我们是连皮吃 然后外面这一层它是活骨的 水里香的品牌水果 黑紫玉葡萄正值采书旗 采用友善农法种植 果粒饱满 品质优良 民众可以免费试吃 这边的农产品都是一级棒的 而且他们这边的葡萄 我之前就有卖过了 在这里能够使用农邮券 不仅仅透过我们当地的 这些的购买 让我们的农民给予最大的鼓励 也证实我们当地的经济的发展 希望我们全国的民众 都能够到南投县来做旅游 来享受我们南投县的农策团 配合政府推广食农教育 将梅子入菜可以增加食欲 帮助消化 南投梅子节活动将在车程 美红周六周日连续举办三周 要邀请各地民众来品尝在地优质农产品 新唐人的电视 这是萧珍忠 林佩云 台湾 南投报导